花莲吉安乡一名老翁骑乘电动辅具车 在行经吉安乡道乡村的排酒线上 一处铁道平交道的时候 还来不及通过 警铃声就突然的响起 但是老翁已经进入了黄网县的警戒区域 让他是前后为难 索性当时铁道有侦测到异物 列车驾驶不敢大意减速通过 才没有酿成意外 但是还是让现场募集的民众 看的是胆赞心惊 一辆火车缓慢行事而过 但画面放大仔细看 火车旁边竟然有一名 骑乘电动辅具车的老翁 表情老神在在 但让在场的路人看了都捏把冷汗 事情发生在花莲吉安乡道乡 乡村平交道 16号晚上6点35分 警铃响起 号制灯不停闪烁 栅栏也缓慢垂坠而下 这时右下角的老翁 却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仍然强行闯越平交道 老翁就这样卡在曹化县 无法动弹 北上4543车次区间车的接受障碍物 侦测系统探测有义无入侵 因此列车才会放慢速度 缓慢通过 虽然老翁没有发生意外 但整个险象环升的过程 都被民众拍下po网 引发热议 有人说这也太恐怖了吧 根本是移动式神主牌 也有人说阿伯怎么能如此淡定 更有人提出铁路高价化的建议 这样才能避免不遵守 交通规则的拥入人 这里好像没常发生这种事情 很危险啊 而且会罚钱吧 应该会被罚钱吧 该行为已经出办 交通处罚条例81条 一项一款 储2400元罚还 老翁硬床平交道的危险行为 已经严重处罚 虽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但如果刚好遇上火车的 侦测系统突然故障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记者许丽琴林千亿 花莲采访报道